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委蔡振元委員 思敏好大家好 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湯紹晨老師 思敏大家好 還有前攻擊艦長黃振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來特別關心的是奧運了 大陸的選手潘展樂 在男子100公尺的自由市決賽 締造家機 以46秒40成績 幫助了中國大陸在此項目 摘下了對死的手巾 在奧運場上比的是技巧 心理素質 再後其實年僅19歲的潘展樂 說的當時的折獎感言 他用四個字叫做一雪前尺來形容 他也唯唯道來 其實在比賽之前有受到一些委屈 他說之前他在包括了遊玩接力賽之後 我和查瑪斯 查瑪斯是當時奧運場上的奧運游泳的運動員 打招呼他完全不理我 而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美國的隊員甚至故意的踢浪花 往我們教練身上見 感覺是看不起我們一樣 那他也特別強調後來他得下金牌嘛 憋著一口氣我們國家這麼多人的希望 在下水前一刻我終於感受到了 我們看到他奪下了金牌 第二名的這一次澳洲選手查瑪斯 反倒啊 這個態度一改 在領獎台上面主動伸手和潘展樂互動 表達祝福 我們知道自由市一百公尺過往被視為西方運動員的池子 對亞洲人來說其實相當的不容易 委員如何看 先來看他的這一席發言 那也證明了什麼 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歐美文化 當然澳洲也是歐美文化的一環 他們那種奇怪的英雄主義很特殊 他永遠崇拜打敗他的人 然後他覺得可以打敗的人 他就相對的瞧不起 完全不像咱們中國傳統文化 要講究一浪而生 他們觀念完全被這個東西 在自由市的游泳池上面 也不錯啦 比如說咱們東方人 咱們中國人在地方老是討不到便宜 你可以聽到說蝶泳的我們有拿過金 那什麼 自由市 這個幾乎是在白種人的天下 一直都是 所以難免這些白種人的選手 看到咱們黃種人 中國人就有一點的鄙視 你想跟我競爭 一定是手下敗將 所以他們這種心態反映出來 他們沒有文化沒有尊重別人的這種運動場上的這種態度 所以我們這位潘展樂 這個狗血噴頭說了一文不止 後來日本人也學了這一套 所以日本人他自己覺得也是這一套經常 像這一次的桌球比賽之前 他們有一個叫張本志和 接受訪問的人誇大 我一定要把中國隊打在地上 結果沒想到一上來就被北韓隊給打垮 還不用中國隊出手 所以日本人一下就覺得好受羞辱 怎麼我期望最高的 他真的這一隊是 張本志和這一隊是 日本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桌球選手 那也真的大家事前都看好說 可能會打敗中國隊取的這個金牌 男女混雙這個是超級難打的 結果沒想到突然間跑那個北韓隊 就被北韓隊當場都揍在地上 哇 那個羞辱心更高 更不要想 後來他們之前很奇怪 日本媒體開始期待 欸 搞不好北韓隊可以打敗中國隊啊 那這樣我就不是很差啦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北韓隊 中國隊兩三下就KO了 所以你要知道這種運動場上 那種有時候不太健康的精神 會不經意的流肉 那中國的小選手 他可能一下子無法體會說 哎呀 我不是全世界跟中國人一樣嗎 都要對待 即使你成績比我差 我要對你客客氣氣 相互尊重 他一下子當然就覺得受委屈啦 受委屈啦 不過受委屈啦 他能維持他的心理很高的數值 因為要在100公尺 我一看46.4秒 我老天你啊 這什麼數字啊 像剛才我跟將軍講 我們以前隨便游到一分鐘以上 更不用講說我們台灣運動 那個什麼競技比賽的時候 那個100公尺的自由式 那是一種超強的體力 那是一種超強的那種爆發力 那個幾乎你們連思考的時間沒有啊 那個聲音一響到啪嚓 極快的速度衝上去了 所以這種衝上去了大概在前面 幾 差不多幾秒鐘就決定勝負了 然後體力能夠熬到最後 那個心理的數值 那身體的數值 是一定要到高度巔峰狀態 而且攀展都還打破自己的成績 他以前似乎也沒有這麼好的成績 進步了0.4秒 你會說 進步0.4秒 好像不覺得怎麼樣 你知道嗎 運動員在到最尖峰 最邊際 最極端那種 能夠有個0.1秒就很了不起了 他一下跨越了0.4秒 為中國在這個奧運歷史上的自由式 最難的取到第一面金牌 真的是可喜可賀 希望這個潘展樂 接下來好像還有其他的比賽 再接再厲 委員幫潘展樂大力的加油 剛剛也特別提到這個心理素質的重要性 潘展樂完全是展現了高度的心理素質 我們也想要特別請教我們的網友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了西方文化 這種特別的英雄文化幼稚表現 您認同嗎 您過去有曾經看過類似的案例嗎 可以留言來告訴我們 我們持續來看看 潘展樂他在男子100公尺自由式 剛剛講的真的好快啊 在前50公尺就已經以22秒28甩開眾人了 最後是46秒40成績強勢奪金 同時將自己今年試錦賽的保持世界紀錄 再推進了0.4秒創下紀錄 整場賽事碾壓其他對手 但其實絕技不止於此 較長的游泳水道其實當初也難不倒塌 潘展樂曾經在2019年全國夏季游泳錦標賽 男子奪下1500米的自由泳冠軍 被評為具備出眾的速度爆發力 而且擁有非常厲害的有氧耐力 他創造了這麼多的奇蹟 對照美國的權威游泳網站 SwingSwing才評論 他說認為潘展樂缺乏大賽的經驗 害怕吃浪連獎牌都拿不到 西方媒體這回是不是得改口了 潘老師過去教過那麼多學生 您如何看潘展樂這位年輕人 年紀非常的輕 透過這場大戰會怎麼對變 我覺得這個太厲害了 因為所有的競賽都是民族主義的表現 我們有我們的民族主義 其他國家有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 可是這個民族主義怎麼來的呢 都是堆疊過來的 就是有一個歷史的過程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那有些時候 那我們的這個民族主義呢 會給我們一種非常巨大的動力 就是因為以前我們近代史上面 經常受到人家的欺負 那所以呢 現在呢 當碰到這種類似的競賽的 這種場合的時候 那我想這個民族主義 可能會產生一種非常巨大的一種推力 那我想說他剛剛講了嘛 他說他下水的時候 他就感覺到了 他說這麼多人都在 給他 給他希望 抱非常高的期待 非常大的這個希望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點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還沒完嘛 因為他還要參加其他的比賽 那所以說我想說整個完結束了以後 就是這一次結束以後 我是覺得說呢 就要看易經的 他裡面的這個說法了 好 我引用一下 第一個叫做飛龍在天 意思就是說他今天已經 這個是世界第一了 世界冠軍了 那這個東西不一樣 那可是呢 你到達這個頂點的時候呢 那這個東西就 你要有高明的技術跟藝術 來持飲保態 而且呢還要抗龍有毀 意思就是說你到達那個頂點 因為永遠 你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到達頂點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要往下降 那可是你要怎麼樣能夠持飲保態 而且呢能夠維持優勢 那這個東西才厲害 因為他才19歲啊 所以說我覺得他的這個 不管是體能也好 是他的這個心智也好 我覺得他應該按照我們老祖宗的這個智慧 然後呢來加以未來的這個下一屆的這種比賽呢 來先做出心理生理上面各方面的這種準備 我是覺得說他非常的了不起 十九歲就能夠登峰 那這個潛力無窮啊 那所以我說這個東西確實是對於這個中華民族的 這個 其實可以講說是偉大復興啊 確實是展現了一個非常非常閃亮的這個光榜 那所以我是非常支持啊 如果說像他這種人才的話呢 確實可以說作為一個這個民族的標竿 嗯 好 確實中國大陸在這一次的奧運上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其實呢包括美國跟中國大陸都是兩大的奪牌專業戶 我們稍微來做一點回顧 其實上屆的東京奧運當時的一個獎牌榜 來看到成績 美國的部分累積是39斤 超越了中國大陸的38斤 其實差一點點而已 這一次巴黎奧運比到現在 在中國隊的部分我們來看到是九面金牌穩坐了榜首 我們如果單看7月29號這一天 我們今天特別討論的是奧運會跳水總金牌榜 中國大陸跳水隊已經獲得49枚金牌 超越美國的48枚 也代表中國大陸跳水奧運金牌 總數正式的超越美國了 我們來看到體育賽事講究的是策略 接下來如何看美中兩大奪牌專業戶 會如何祭出什麼樣的策略 又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其實今天我們關心的這位潘展 他就是曾經有做策略上面的調整 他曾經放棄過男子50米的自由的自由泳比賽 店長如何看 首先大家要知道運動是一個國家的暖實力 比如說硬實力是你的經濟你的軍事 但是所有國家的運動到底怎麼樣 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強勢 所以你看歷屆得到金牌前面的 大概都是一些大國 對 絕對沒有一個很小的弱的國家 那這個排名的計算是以金牌 好比我舉個例子 我覺得很偏頗的例子 好比說台灣這一次銅牌跟銀牌得了100面 可是金牌一面都沒有 可是某一個小國有一個天才得了一面金牌 他的排名在我們前面 對 所以所有的策略是以金牌為準 OK 只要你能夠拿金牌 拼一面就選擇金牌 別的東西干擾到你的金牌 像他這樣50米的可能干擾他 給他放棄掉 記住那個可能你沒有多金的那種很大的希望 體會 不要去拼這個東西 然後第二個就是情報 因為大部分的運動是一種 不是跟你自己競技而已 像游泳當然是跟自己競技 大部分運動是你來我往打球啦 對不對 對這個東西都是你怎麼樣我怎麼樣 那要有情報 絕對不是我們打個籃球比賽 就是我就拼命練舞 我一定要知道這一次日本隊 誰最厲害 誰在主控 我們要怎麼樣誰怎麼樣 這個就是情報 這是第二個要做的 那第三個就是不要受干擾 因為很多東西 你會發覺他們都有下三難的手法 你看像他這個東西 踢個水啦 你有沒有踢到那個四足賽 好比說這個球隊是有奪冠希望住這裡 前天晚上一夜人家那個 地主國在那裡 唱歌 開趴 把他搞得一夜睡不好 這些都是一些很不道德的行為 然後最後我要再說的就是你知道體育是一個國家的排名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覺得很有意思 我上次看到我真的幾乎不信 前兩屆的四大運 四大運就是世界的大選運動會 在意大利的拿破裏 那個時候得牌數我所謂的金牌 日本三三俄國跟中國各22美國21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這四個大國強國在這裡 上一次的是去年在成都的斯大運 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得了103面金牌 美國得多少是吧 一面 嚇死人了 我一直在想說那一定是疫情剛完畢 一定是美國在抵制 因為那時候又在抗中 所以他根本不派選手來對不對 我一去查了之後 在這一次中國派了大概是430位選手 美國大概是300位 他為什麼只得一面金牌 你再不派一些美國大學運動員 都是一些就國手級的那些選手啊 那你怎麼只得一面呢 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講 我非常好奇這一次中美的金牌數 希望大家這個拭目以待 看看到最後是誰贏了多少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洞悉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記得在環球大戰線 奧運比的只是場上的競技嗎 當然不是 還有一關關的 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的是有黑幕 還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狠手段嗎 我們來關心的是大陸的女子蝶泳頂尖選手 這一位是張雨菲 29日他雖然在女子100米的蝶泳決賽中 是以56秒21成績獲得銅牌 但是頒獎後 好這個事情就很吊詭了 他暗地裡淚水奪框而出 他坦言這一次的奧運會的壓力 遠比自己想像的還要大 其實他沒有講太多 他只是說有這個樣的壓力 但是有網友就提出質疑了 他講的壓力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跟國際的興奮劑檢驗組織 ITA有關係 針對中國大陸的運動員進行了騷擾式的檢驗 而且這個數據顯示 10天之內對31名隊員檢查了 大概200次的一個次數 其實非常的多 世界聯勇也表示 巴黎奧運會賽前開展了有史以來最全面嚴格的藥檢 而且中國的運動員人均接受的檢驗次數是最多的 為什麼中國大陸選手經歷了這些檢查之後 仍然被意有所指的放話 到底怎麼回事這件事情 委員怎麼看 這是美國人耍的黑手段 怎麼說美國人耍的黑手段 他事前就開始放話 他放話不是一般的隨便講假的 他透過紐約時報放話 紐約時報照道理記者寫的 這個專欄作家寫的要經過編輯審查 編輯以後還要總編輯看過才會登上去 應該很嚴格的 你知道他登什麼新聞嗎 他說中國這個游泳選手 因為中國運動員過去有被檢查過興奮劑的記錄 所以這也要加強檢查什麼的 去幫他們辯護 那你如果就他的實際 中國的游泳隊過去有沒有被檢查過 興奮劑的記錄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那有沒有中國運動員被檢查過 有興奮劑的記錄 有 幾年前曾經被檢查過 一隻設計選手 還有一個叫做小輪車運動的選手 那這兩個跟游泳的東西是毫無瓜葛的 可是那篇文章裡面 前面講中國的游泳的成績 那在講中國運動員 他故意不講游泳的 只能檢查 所以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叫做漁木混珠 一個專業的報紙應該把事情 像我這樣講得很清楚 中國的射箭選手曾經有一次 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各式各樣的選手裡面 都有人被檢查過有興奮劑的問題出來 那你今天先布這個局 接下來就來對中國選手怎麼樣 密集的藥檢 興奮劑的檢查 我算過10天裡面檢查200 平均三個半小時不到檢查一次 你要不要睡覺 要不要睡覺 早上6點一次中午一次晚上9點再一次 對 平均總數就是三個半小時一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當然會對這個游泳選手造成很多的心理跟身體上的負荷 就是不然每一個人試試看嘛 今天醫師你一出診室 回來回來檢查一次 隔一下之後回來回來吃飯到再檢查一次 你是把藥檢當吃藥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其他運動員沒有這種情形 全部針對了中國游泳隊 那這個事情 還是中國的那個水隊的什麼營養師曝露出來的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啊 游泳選手自己秉持咱們中國傳統就是說 我心裡很坦誠 所以不怕夜半鬼敲門 我沒有做虧心事 我幹嘛夜半不怕鬼敲門 哪知道美國找了一堆鬼整天給你敲門 這超可惡的啊 這不是故意搞黑手段 不管是什麼黑手段 用這種方式來干擾 這是一個很大的干擾很大的負荷 而張宇輝是一個全世界公認的諜貨 就是諜視游泳裡面 女子諜視游泳裡面的 這個所謂躲金牌的佼佼者 就這一次呢 成績大幅度的滑落 只得到了銅牌 那個人留戀 我們當然也感到很難過 他覺得壓力很大 那也許壓力有很多重 但是不能排除被積極腰撿 嚴格腰撿 多處是腰撿所造成的心理壓力 因為你不可能期待每一個人 都能夠承受得住這麼大的心理壓力 有人可以度過 比如說剛才我們這個潘展樂 他度過了這個心理壓力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度過的 那這個時候就受到怎麼樣 這種不正當的手段來處理這個 那這些什麼國際新聞劑檢測組織 他受到美國的壓力特別來針對中國的對作 因為美國人覺得游泳池就是我的天下 哪是你中國可以挑戰我 哪知道中國應要挑戰我 就像什麼 在國際經濟一樣 這個美國的企業打不過 中國的企業就開始找查 我打壓中國崛起 最早說中國是偷竊我的智慧財產權 那後來中國的專利比他多他不敢講 就開始產能過剩 什麼話都編得出來的 那游泳池場上也用這種手段是不應該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有奧運 奧運就是說 你不管在多少的紛爭 分歧 矛盾 不管是國家之間 地域之間 民主之間 宗教之間 應該不管 暫時放下 讓你派出來的運動員 好好的做公平的比賽 結果你游泳池上贏不了別人 害怕被別人趕過去 你卻用這種少一種黑手段 那如果未來在美國舉辦奧運那還得了啊 他有地主優勢他跟胡辯亂搞 所以美國人在這一點是非常可惡 好 針對美國的這個行為 我們看到國際奧運委會還有禁藥組織 其實現在兩方都是指責美國 說美國越權 然後威脅說將會取消美國 接下來在2028可以舉辦的夏季奧運 跟2034的冬季奧運的一個資格 我們要來看美國的行為 到底是為運動員創造公平的環境 還是製造雙邊 如何看這種奧運的精神 請網友等一下也來留言給思敏 讓我們一起來做討論 同樣一個問題請教 湯院長您如何看 其實我覺得美國呢就是有點輸不起 那事先呢他是看不起 現在呢是輸不起 那輸不起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就找進各種的 不管是科學的不科學的政治的等等等等 手段來抹黑對手 那這裡面我是覺得說 當然這個裡頭還是可以得到一些科學證據 因為他們一般講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興奮劑啊 這叫做提美塔奇 提美塔奇 這是一個拉丁文的一個字 他們的意思呢就是說 如果說如果說你的這個在料液裡面 你驗出來的這個劑量到達一個什麼標準的話 那就 表示說你吃了興奮劑了 可是現在問題在哪裡啊 問題在於說啊 這個興奮劑的這個劑量 他們做過統計啊 意思就是說如果說我吃下一個一顆啊 這個提美塔奇的話 跟現在中方所驗出來的那個標準的話 差別很大 就是中方運動員 他們按照美國的說法呢 是說他們被驗出來了 可是那劑量很低很低 而這個劑量很低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他並沒有真正的去食用這個所謂的興奮劑 而是說這種這個提美塔奇啊 它是從別的地方來的 什麼地方來呢 可能是從我們的這個調味料 而且呢還有一種呢 它是從一個心臟病的這個藥丸裡面 得出來這個提美塔奇 那所以呢 這裡頭呢就會引起了有一些人 這個有心人士啊 他們的這個懷疑 跟渲染 所以說導致了呢 現在呢 美國跟這個澳會啊 他們兩邊就開槓了 那意思就是說 到底這個問題要如何解決 那澳會呢 已經覺得你美國呢 在沒事找茬 那所以現在的 美國的這個情況呢 我是覺得說因為他財大氣出啊 他就按照他的這個規格 按照他的這個規則來評判其他的人 那所以說呢 按照這種狀況 我覺得這個澳會呢 其實他是非常明智的 那當然他也有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檢查的這個數據嘛 那當然在這種情況下 我是覺得美方啊 他現在這個是 可以說是無理取鬧 那現在呢 我覺得他應該改弦跟章 不要自取其辱 好 現在是連國際澳委會 剛剛湯老師講得非常清楚 都出面叫不公了 我們來持續的觀察 在另外一方面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成績之所以很好 就是因為背後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努力 中國大陸到底是如何培養他的運動選手的 其實都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西方媒體也都會有非常完整的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北京從1984年開始 就大規模參加奧運 得到的奧運金牌75% 集中在六大運動項目當中 這當中包括乒乓球 射擊跳水 羽毛球 還有體操跟舉重 每年送數萬名的兒童 被送入政府開辦的這些培訓學校裡面 去訓練 奧運項目從過去參與比較不受西方歡迎的運動項目 現在倒已經和西方擅長的項目 就像我們今天聊的游泳一樣 展開了正面正式的對決 北京的經驗給予世界什麼樣的啟示 真正的體育國家隊又應該是什麼樣子 建長怎麼看 每一個國家在發展這個體育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人民 他的國民能夠非常健康 這是他最基本的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在這種健康的情況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去所有的運動 這是但接著我們就要去想怎麼樣去奪牌 對不對 那奪牌其實每個民族它特性不一樣 我們中國人吃農的 所以比較瘦小 西方人都吃肉啊 又高又大 那你就可以發現 但是體型就有某一些是適合中國人得金牌的 那某一些是西方的 那就像他們選的那六項 他就是針對我們中國人這個個性 你知道嗎 好比跳水 你試試看那個如果姚明這麼大的個個子 他姿勢跳得再好 他會得牌我真正一頭壯子 一個下去就是一個大水花 那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針對這個民族的特性發展之類 這是一個發展國家的政策 那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要基礎教育要鼓勵大家運動 而不是你是不是像現在很多地方真的是 運動課都沒了 沒錯 就是為了升學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 讓大家去運動 讓大家去接觸各式各樣的 也許我是高爾富球的世界天才啊 可是我一輩子不知道 因為我一輩子沒有打過高爾富球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讓他接觸 他會覺得怎麼樣會有興趣 你知道嗎 我發覺我比別人厲害 我這個興趣就來了 我天天打高爾富打得很爛 我怎麼會喜歡高爾富球 這是第二個 要讓他接觸 那第三個就是要試採 要去找人 那你知道我很喜歡游泳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運動的 我小學的時候是棒球隊 籃球隊 手球隊 田徑隊 我到海軍玩笑 我天天在那邊游泳 我天天在那邊練 後來我發現 我不管我家日怎麼練怎麼練 我就是游不快 我後來發現了什麼原因 你知道嗎 第一我頭大 阻力大 那個游的快頭要接一點 第二我手短腳短 我手非常小 你可能手掌都比我大 那些游的快 你看那個潘展樂 你看他的翼展 210公分啊 我這個展開了大概就170 就人的手展開來跟高度一樣 他特別長 這是他的天分 所以你在這挑的時候你就知道 我們今天要挑 你看那個叫什麼 我們的那個棒球投手 他手掌一定很大 我這種 給我練10年也練不出來 所以要試人要去看 只要這樣子的話 就能夠去發展比較 但是我覺得一個最大的一個前提 還是要鼓勵全民運動 運動是為了我們的健康 接著我們再去想辦法爭牌 好 謝謝 謝謝建長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賴動 全球觀點 近代 環球發展現 接著我們來持續關心的是影義戰 是因為這週多場的暗殺行動 已經是讓戰士一觸激發 最新的重磅消息 我們要來特別關心的是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 他們的哈馬斯領袖 哈尼亞在7月31號 也就是昨天晚上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蘭 遭到飛彈襲擊身亡 在哈尼亞身亡之後 伊朗的最高領袖 哈米尼立刻在伊朗最高的 國家安全委員會 緊急的會議上面下令 接下來會來直接的打擊以色列 哈米尼也表示 哈尼亞是尊貴的客人 但他卻在伊朗國土上遜難 我們有責任要為他尋求 寫在寫還 這一節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在這一場重大暗殺行動之後 以伊相互爆發的大戰 幾乎已經無可避免 就在北京宣言簽署了團結巴勒斯坦多內的 裡面許多派系之後 後續中東複雜的局勢將會如何發展 這一次我們一次的做深入的解讀 我們先來關心伊朗在今年的4月13號 大家還記得嗎 才針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飛彈無人機襲擊 報復以色列當時轟炸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現在我們看到了伊朗態度非常的強硬 已經下令要直接打擊以色列 規模會比上次還大嗎 伊朗會對以色列開展全面的報復行動嗎 網友怎麼看 請歡迎留言給我們這個戰事會不會持續的擴大 同一個問題請湯院長來幫我們做解讀 好 我先給這次的這個 遇及的行動 給他一個定位叫做羞辱式居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位哈亞尼 哈尼亞 哈尼亞這位領袖 他是到了伊朗去參加伊朗總統的就職典禮 然後呢就立刻就被拘殺了 所謂拘殺的意思其實不是用槍 他是用飛彈 那這個是代表什麼呢 這個就代表了說 我不但是要殺這個人 就從以色列的角度來看 他不但是殺這個人 同時呢他要給伊朗羞辱 意思就是說你像譬如說一個小弟跑到一個大哥家裡面 去慶祝 慶祝完了以後小弟在大哥家裡面被殺了 那這個算什麼 那你大哥的顏面 好了 怎麼放 那所以說了 那所以說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 他不但是說對哈馬斯 因為這個是哈馬斯的領袖 不但是對哈馬斯提出一個這個警告 同時針對伊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第二個他同時呢還對在一個多禮拜前 所謂的這個北京協議給他打了一巴掌 哦 打臉嗎 打臉啊 當然啊 因為北京協議就是這個哈尼亞他為主角而促成的這個節目 哦 因為在這個巴勒斯坦的這一塊地區啊 他們有十幾個去了大概有十四個這個不同的組織 因為這個是不同的組織裡頭呢 他們也是內鬥不斷 那這次呢到了北京以後呢 這個中方呢就把這些人呢全部把它兜在一起了 團結一起了 那團結一起的話 那當然看在某些人的眼光裡面 這個很刺眼 非常刺眼 以色列當然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下手了 這個也是給中方的一個警告 哦 第三個呢就是拜登 就是美國 就是因為拜登啊現在又退選了 退選了以後呢 你說他會發揮什麼樣的能力呢 他對以色列原本是說 你必須要跟這個對方哈馬斯啊 你要和談 這跟以色列相當的壓力 因為外界現在包括全世界很多的 這個包括這個穆斯林也好 包括甚至這個非穆斯林的這些白人也好 他們就開始同情這個哈馬斯啊 就是說你以色列啊用力過盟 那你這樣子的話 等於說這個整個的這個價值觀念啊 大家以前是同情 以色列啊現在有點轉變了 那所以說呢 拜登是給以色列啊 是有相當的這個壓力 那可是呢 如果川普上來的話 那個情況可能又要翻轉了 因為川普是非常支持 這個納填亞胡的 那所以呢 現在 剛好這個節骨眼上 意思就是說 這個給以色列啊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意思就是你拜登現在 你已經 一個病猫一樣的 已經沒辦法發揮什麼作用了 那所以說他藉這個機會 要表現一下 然後呢 最後他可以跟川普呢 可以把他連結起來 那所以說 從這幾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啦 在中東地區的這個戰事呢 可能會稍微的升高 以前的這個例子 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股氣 可是這一股氣呢 如果沒有大國的介入的話 你這股氣大概就 發一下就下來 以前怎麼樣呢 像以前川普在在任的時候 有一次呢 他打了那個 在敘利亞 他也打了 在敘利亞他打了那個 伊朗的革命衛隊的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最高的將領 結果他把他拘殺了 結果呢 伊朗說 我要報復 好 結果呢 伊朗真的是報復了 他發了 發了這個幾百枚飛彈 結果川普第二天講了 他也 他說 伊朗真的打了 可是我們沒有傷亡 意思是說你打到哪去了 打到沙漠去了的 意思是說 伊朗這邊呢 他必須要有動作 可是這個動作呢 對對方呢 沒有什麼傷害 好 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4月13號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伊朗呢 也是發了飛彈 結果呢 以色列全部把它攔截了 也就是說 真正的 根本沒有傷到以色列 那現在的好啊 那你再來啊 那你再來的話 那我想 以色列大概也還是用他的那個 鐵窮的那個系統啊 就把你全部攔截下來 那可是呢 你要 可以有動作不可 否則的話內部沒有要交代 那可是你說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升高 我倒覺得說 升高的可能性不是太高 因為我們剛剛講了 以色列會攔截 同時呢 大國呢 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我覺得 應該就是過一下 可能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是好 唐老師認為局勢不會升高 您都怎麼認為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持續看 剛剛唐老師特別提到 以色列這次不僅是警告 伊朗而已 還有中國大陸在這當中 而這一起暗殺行動的細節 我們也帶大家關心一下 哈馬斯的重要領袖哈尼亞 他是如何身亡的 根據報導顯示呢 哈尼亞當時啊 他是在德黑蘭北郊的一間 給老兵居住的住宅當中 遭受到空中投射物給打死的 沒有明確提及爆炸或者是轟炸 外界就在推測說 他是遭到以色列利用 好注意了 這個是美制的忍者飛彈 給暗殺的 忍者飛彈的正式名稱 我們來稍微了解 它叫做是新式的地獄火 R9X飛彈 這種飛彈是沒有炸藥的彈頭 靠近目標的時候 會伸出高速旋轉利刃 直接以動能衝撞 攪爛目標人物 外界就在推測 他就是死在這一款飛彈當中的 那跟傳統的炸彈來做相比的話 他在戰力上面會變得更強嗎 這次襲擊是否也等於 預告了暗殺飛彈襲擊 是現在正式的進入 無煙銷的一個時代了嗎 縣長怎麼看 首先你要說所有的武器去研發 它的時候一定有它的目的 那你這個目的要做什麼 那我就要去設計一個 適合做這個任務的這個 好比說你要搭天空的導彈 或是一下空中目標 或是一個水面的一個戰艦 或是一個陸地的坦克 它通通不一樣 它的本身的組成也會不一樣 那今天這個東西叫做 美國製的忍者炸彈呢 飛彈呢 它就是為了要斬首 就是要殺一個人的 那如果我舉個例子 你如果從很遠去打一個飛彈過去的話 它誤差10公尺 那它的爆炸範圍一定要10公尺以上 因為你插會插到10公尺嘛 那我炸要炸10公尺 我才能夠殺到我這個目標啊 那會濫殺很多無辜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我如果到了現場去放一個 小小的一個四拳一擊 一飛起來它會識別人 它會走過去一看 哎呦這是我們的目標 它就對你的目標 頭一撞撞一撞 就一個子彈就打穿了 這個目前已經有了 你就同樣地達成這個目的 你用的兩個載具這個武器不一樣 它是截然不同的 它也會產生截然不同的附帶的殺傷 那今天這個人者飛彈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呢 就會發現它就是針對一個人 那這個人可能在一輛車子裡 或是在一個房子裡面 那個房子不大 這個東西衝進去 靠著它的那個六個那個那個旋轉 那個意味它立刻把人給打死 那這個設計理念很簡單啊 但它有兩個很困難的地方 第一個困難 情報 你怎麼知道你的目標在這裡 那個你要抓得很準啊 一個炸彈飛進去這個房子 一看到沒有這個人 那不是很厲害嗎 第二個它要識別 你今天打上去 你說我要撞的是這輛車子 如果你速度很快在最後一刹那 你怎麼知道你撞到的是這輛車呢 你如何確保你撞到這輛車 或甚至你撞到這個人 所以它一定有個光學識別 而且我再跟你講 它的速度不會很快 但它快到一個地步 它會識別來不及 或是看不清楚 尤其太高速以後 它會產生黑張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你知道它不會太快 它要識別 然後更重要的是情報 要保證這三樣 這個武器才會成功 所以它的難度不是這個武器 而是我剛剛說的這幾樣東西 那未來的所有的武器 因為我們的精度越來越高 人工控制越來越厲害 它會越來的越精準 也就會越來的越怎麼樣 不濫殺無辜 這是戰場的發展 好 謝謝建長的解說 因為外界就是在推測 就是哈尼亞就是死在美製的 這款武器飛彈上面 所以我們也看到美方現在的正式反應 國務卿布林肯說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伊朗駐聯合國的大使 他就認為說如果沒有美國授權 根本就不可能會發生這個暗殺 美國到底在這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伊朗現在接下來是否可能 對駐紮在中東的美軍 來進行相關的報復行動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委員怎麼看 如果我們家裡有東西 老是被偷吃 是被黑貓偷吃的 每一次都是黑貓 就有一次是老鼠來偷吃的 你第一個直覺反應 一定是黑貓偷吃的 瓜田裡下 美國是很難推卸責任 一個很難推卸責任 以色列沒有辦法製造忍者飛彈 這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夠製造忍者飛彈 目前也只知道美國有其他國家沒有 忍者飛彈剛才艦長講了非常好的一個介紹 那我再補充一下 它的極速度可以到達1.3馬匯 然後它殺傷的力量 跟大家想像說是靠那個六片刀片 快速旋轉把人攪爛了 不完全是 因為它同時會攜帶著 45公斤的鋼砂 我不曉得大家對鋼砂 對 所以打進去 因為快速旋轉的這些鋼片 撞到任何物很容易把它攪爛掉 當然人碰到也會被攪爛掉 可是如果你 因為那個多大小 它那個飛彈大概就是162公分高 然後寬度大概18公分出 18公分出 所以如果你沒有被鋼砂到剛好散開 你不一定會死 可是當它那個鋼砂爆開來的時候 在一個房間裡面沒有人活 因為那個鋼砂的速度非常快 威力太大 但是這個剛才那個 這個將軍講對了 這一款忍者飛彈 在結構上有一個很特殊的問題 它飛不遠 就8公里 那8公里你情報不準的話 就很累了 一定要對目標盯得很準 就在這個房子裡面 沒有背的 如果房子不管大小 那個鋼砂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任何人要擋住那個鋼砂 除非你剛好睡在一個鋼板旁邊 機率是很低的 任何的木頭都會被穿透的 任何的裝潢都會被穿透 包括水泥墙都會被穿透 那你怎麼逃得了呢 就沒辦法逃 所以在這種的話 這種製造的方式 這種鋼砂也就是你美國有製造 機弹沒有這樣的製造 所以所有的成分 這個產品就是你的 那請問你 以色列怎麼取得了 不是你給他的嗎 那你為什麼給他 就是授權他去殺人 第二個證據是什麼 因為美國也把哈尼亞當作 頭號恐怖分子 也就早是類為類殺的對象 是美國早就宣佈了不是被人講的 因為很多國家都把這個哈馬斯 列為恐怖組織 他的頭子都被列為類殺的對象 一 武器你提供以色列的 二 這個人本來就是類殺的對象 三 請問你一下 這款8公里要什麼東西 運到那邊這丟 一定是一兩境內 然後請問你一下 從哪裡來 衛星誰的 以色列沒有衛星 第三個 一定要衛星精準定位嘛 要不然這一款東西 那個不是10公尺的瞄準 是比10公尺更狹窄的一個 瞄準的一個目標 每一樣都脫離不開你美國 然後布林肯就裝傻 我事先不知情 我們沒有參與 那你美國沒有參與 你前面這個所有部署的 誰叫護忍者導彈 然後誰提供這個軍事的GPS定位 然後這個 誰 誰把它列為類殺名單 就是殺了也沒關係的 不就是你美國嗎 所以 那伊朗該怎麼辦 剛才這個我們湯院長講對了 伊朗真的很難怎麼辦 你沒有十足的證據說我去打美軍的這個基地 美軍基地有那麼好打嗎 以過去的紀錄來講 真的不太好打耶 因為不在你伊朗境內 都在什麼 敘利亞 那在這個伊拉克 你伊朗要跑到敘利亞跟伊拉克去打美軍基地 這當然是一個很大問題 而且甚至連約旦都離你很遠 所以你要用導彈打嗎 這個 現在美國的導彈攔截已經有警覺性了 所以 剛才湯院長講 搞不好你就打假了 對國內有個交代 對國內宣傳有個交代 你打以色列還比較現實一點 你打美軍基地 因為美軍基地本來是武裝人員的基地 它本來就有很高的閃躲的力量 你說要像在哈爾科夫 那個俄羅斯準確的瞄準一棟大樓 大樓裡面有五十幾個北約的軍官 那個太難了啦 真的太難 因為北約軍官本身就沒有防空維護力量 現在美國每個美軍基地都有啊 所以我是覺得 伊朗可能還是落空包彈 它真的很困難只好吞下去 再加上我補充一下 這是現任的伊朗總統 是一直想要跟西方交好 他在事情裡面一定雷聲大雨得想 我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委員有說過 這個哈尼亞也是受到美國通緝嘛 美國選賞五百萬 高降 所以以色列的這次殺完之後 他說了一個說 你不必付我五百萬 你可以省下來 他在網上公開這樣子講 以色列搞不好去領五百萬 換武器 謝謝委員 好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戰略價值 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東西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賴動 全球觀點 現在環球發展現 好這次我們要來關心 8月1號解放軍 就是慶祝建軍 97週年的一個日子了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他在求是上面 特別表示說 如果如期實現了建軍一百週年奮鬥目標加快 會把人民軍隊建成世界一流的軍隊 而談到世界一流的軍隊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引領全球的空軍要進入下一個世代的 第六代戰機的研發 將是未來要來特別做關注的項目了 我們也來特別對照的是 美中第六代戰機 美國的空軍現在已經正式宣布 要來暫停第六代戰機NGAD的研發計劃 而另外一頭中國大陸的部分 是來看到的是 中國的西北工業大學則是宣布 接下來研發出 可以用於第六代戰鬥機的發動機的葉片 能夠耐受的溫度達到的 設施2400度以上高溫的一個特殊材料 叫做尼合金 好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大陸第六代戰機有了新的材料突破 另一頭美國卻暫停了 它第六代戰機的開發計劃 怎麼看這當中美中的佈局 美國是真的停擺 還是只是策略上故意示弱來誘敵呢 委員怎麼解讀 這個所謂的NGAD 叫做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us 這第六代戰機 大家對於規格 各國還沒有形成一致的共識 但大體上所謂的NGAD 正式翻譯叫做次四代制空拳 所以Air Dominus的制空拳 這種戰機當然五代的性能都要具備了 比如說什麼逆中 比如說這個AI等等 它真正的用途就是說 希望這個第六代戰機能夠穿透一些防空網 一些攔截的系統 包括導彈 飛彈 或者其他的戰鬥機 要到達這種程度 這個當然是大家所設定的一個目標 但是目前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它的各種引擎 材料 動力 等於是第五代戰機 等於全部再來一次 那種概念要把它做出來 所以造價非常的貴 那這裡面要有很多的這個 AI系統跟材料系統的支撐才做得出來 那中國其實也在努力的時候 第六代戰機 只是中國並沒有講說 第六代戰機應該具備什麼功能 那因為美國現在是找了很多的這些軍火商 希望到達這個標準 那中國其實也很努力啦 比如習近平以前就講過 他期待的解抗軍 是造之即來 不是拖拖拉拉的 以前國民黨軍隊是要造之即來 講這一次等個老半天 軍隊都喊不來 來之能打 不是來了以後開始埋國造反 來之能打 打是必勝 那必勝就要有很多的制空權的優勢 制海權的優勢 甚至陸地上的優勢等等 習近平講說建軍一百年 這個人民軍隊 世界一流的軍隊 這個世界一流軍隊一定是科技化的 一定是高度密集戰術 他們更清楚這些 要求的各種規格跟標準 當然就是不能貪污 所以現在很多的大官 都被習近平給拉下來了 可是要支撐這種世界一流的軍隊 已經不是過去那種觀念 一定要有很龐大的科技系統 在後面支撐著 你像現在俄烏戰爭 烏克蘭就在這方面稍微吃虧了一點 即使烏克蘭有歐洲 除了俄羅斯以外最大的陸軍部隊 可是你科技化工業化的水平 落後俄羅斯那麼一點 你就沿路一直輸下去了 所以包括西北工業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等 都非常的努力去開發各種 軍事上可以使用的材料技術 製造工藝都日益的精進 尤其是發動機 咱們中國的發動機 一開始真的是比較落後 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 我們做的雖然是烏克蘭也在快速的趕中 可是要做第六代的發動機 又跟以前不太一樣 那個要求就更多了 因為要符合逆中的要求 符責單發動力的要求 不能老是靠雙發動力來取勝了 那雙發動力的話 會使得戰鬥機的重量 盾位數一直在增加當中 現在大部分的這種 戰鬥機已經到了快要40噸了 再上去 就快像一個大型 大型的一個坦克了 所以你要研發出一種很好的這種 液片 渦輪的液片 渦輪的液片 本來過去用的重量都很重 所以帶動的這個轉速有限 現在發明這種用彌合金做的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渦輪液散在旋轉的時候 噴射出來那個氣體的高溫 動不動這幾千度啊 那這個時候他先測試出這個 液合金可以忍受到2400度以上 欸對啊 至少每一樣材料我一樣一樣研究出來 那到時候我設計組裝的時候 我就有能力做出第六代戰機 那在材料科學方面 當然美國是比中國更早先發的優勢 它很多的核金材料 在研究室裡面都做得很成功 當然美國最大的劣勢就是說 它的製造廠是有問題的 你看波音飛機你看那個 還有最近出來的這個 美國的太空人還在天上回不來 就是都出在製造工藝的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跟美國已經開始 進入第六代戰機 起步的競爭門檻 那誰輸誰贏啊 可能再過三五年就看得出來 好誰輸誰贏我們會持續來說觀察 剛剛其實委員也特別提到了造價的問題 目前來看 美國的NGAD是價格是F35的三倍 達到了3億美元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殲35的部分 只有5800萬美元 為什麼在尖端科技 中國還是可以壓低成本 它的主要優勢或者是其他的秘密是什麼 店長 首先我要講一下 剛剛這個其實對全世界對這個認定 不是很一致 什麼叫四代 什麼叫四點五代 什麼叫五代 什麼叫六代 什麼叫七代 還有一些認知上的差異 但是我上次看到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軍事專家 在一個很大的一個演講 他是很有名的 他有區分 他是一個做這個 戰鬥機研發的一個專家 還有分過 他說五代就是隱形 像你現在所有看到的 殲20 殲35 殲31 F22 F35 隱形的 就是五代 六代呢 就是這個隱形機 再帶兩個中程寮機 但這個戰機是有人的 這叫六代 什麼叫七代 這個帶人的引進機 的人不見了 也是一個戰鬥機 帶兩個 這是七代 這是他說的一個 這是我聽得到 比較確切的一個說法 好不好 那至於你說像他 這一次兩個都叫做六代 一個是三億 一個是五千八 差五倍啊 對 不太可能 我的直覺就是他的 兩個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不可能說兩個 我們做一樣的東西 可以差到五倍的價格 那美國不是 這不是 超級這個 這個詐騙集團嗎 那我再仔細看看就是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要考量 就是他的量產 像朱瓦特建 你現在去問 朱瓦特一艘多少錢 那貴的不得了 你怎麼會造這麼貴的建 因為他原來準備造三十二 現在只造了三艘 所有研發費你知道是多大的一筆錢 你全部攤在這三艘 他價值得當然很貴 但如果他造的是三十二艘呢 然後再賣給盟國一百五十艘呢 那個價格會立刻的急劇的下降下來 所以量產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至於你說像中國大陸的 我一直在觀察中國大陸 為什麼 他的國防能夠發展這麼快 我得到了一個觀念就是說 他是產官學一起來 這是很厲害的 所謂的產就是產業 叫他無人機 他是全國多少無人機公司在發展 我們台灣要靠政府 要靠政府去撥款 這就完全是不一樣 他是靠人民間的這個去 第二個呢 他還有一個學 他有國防妻子 最優秀的人 曾在大學研究所博士 他就一路上來 所以中國在做這方面不缺人才 那再加上政府支持 所以他這整個下來之後 他的量購 他的參與度也都高 所以他的價格會降下來 然後品質可以追得非常之快 我覺得這是中國成功的 最大的原因 記住做不到產官學 三個結合在一起 你很難說讓你的國防自主 好產官學再加上 這個政府的全面支持 都有利於中國的國防工業 而且持續的快速且大量的發展 我們也來觀察說 除了剛剛特別關心的這個武器之外 另外就是無人機的部分 解放軍他有他的TB001的尾蛇街無人機 繞台再做飛行 那續航力35小時 最大航程6000公里 可以在8000公尺 混合在這邊 掛在16枚飛彈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發展前